哈喽 大家欢迎观众频道 我们现在今天在的地理位置 是在尔湾的Orcher Hill 也就是我们统称的花果山 大家好 我是昆宁 今天非常高兴跟我们的地产一哥 来一起为大家解读我们身后的这栋 尔湾的风景豪宅震撼上市 那今天在我们开始之前 我们特别鸣谢一下我们的listing agent 落成最real的realtor 那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也记得点赞 订阅 还有先关注一波 那我们不宜有它 马上开始吧 Let's go 尔湾的花果山社区位于尔湾的东北角 总共分为两大社区 一个是Reserve 一个是The Groove Reserve以中小型户型为主 是由尔湾公司开发 那么The Groove呢 则是由几大建商联合开发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种好展呢 就是由建商Toe Brothers来开发的 那么总计呢 一共有600多户 社区内有两个奥林匹克式的泳池 还有网球场以及会所 并且呢这里是一个24小时封闭式社区 让我们出行也是非常的安全跟方便 首先映入眼帘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Rotunda 也就是在我们的托斯卡纳 或是Tuscan style里面 常常会见到一个圆楼 那大家看到地上这个Medallion 跟上面的Candelier 这两楼是有一个对应的关系 那进来以后它是一个通透的关系 因为从前面的这个前廊 它前面就是一个山的view 后面有一个远眺的这个山 还有可能看到一点海的这个view 那正如这个房子 它的这个门号168 这个房子感觉是个很吉祥的存在 看看这个 是不是让你讲到有发的感觉呢 一哥你知道吗 我们这个房子光室内面积就有近6000尺 不是吧 在整个社区里面 其实都已经算是最大的户型了 而且它的这个占地有近1万尺 你知道这在R湾里面是非常非常难找到的 简直是稀缺的这种房源了是吧 对 而且主要是它周边前后还没有邻居 在R湾里面想大家都是那种靠的比较近的 对对对对 没有什么隐私性 然后所以我们这个呢 居高还可以望远 还望远 对 那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理位置呢 是我们的great room 那这个great room为什么叫great room 因为它很大 真的很大 大到什么程度呢 大到可以容下我们后面的family room 我们一个正式的formal kitchen 还有我们的这个formal dining room 再加上我们的breakfast room 这个室内呢 就有五房 然后楼下还有一个书房 包括我们的二楼呢 还有额外的一个loft的区域 可以供我们小朋友在楼上写写作业 大人可以在楼下办公 家里的这个配置是非常的齐全的 是的 那我们一起去看其他的空间吧 走吧 从我们的正餐厅再往前面来走 就到了我们的一个厨房的空间 厨房的左手边呢 就连接了我们的一个早餐厅 这个open area 整个的色调呢 屋主都选用了白色的橱柜 配白色的地砖 以及我们浅色的这种地面 显得我们整个的一个空间呢 更加的明亮 我的右手边这边是建商当时选配的一个超大号的这种subzero冰箱 家里其实人口多也有足够的储物空间 再往前面来看呢 就是我们的这种六个炉头的一个Wolf品牌的一个炉灶 然后这边呢就是它的一个洗手台 这样的一个动线呢也是非常的方便 Walk Kitchen 是我们这个厨艺高超的各位可能更喜欢的一个存在 在我们豪宅的这个标配里面可是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东西啊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热餐区全套的Wolf 还有我们subzero的这个冰箱可能满足你的除神梦 那我们这边看一下跟我们外面这个托斯卡纳士 还有Mediterranean这个风格不太一样的 他们用的是比较颜色深的食材 那我们这边看到的一气合成跟我们外面的这个厨房用的pantry area 这个是我们的备餐区他们是整体的设计这样的厨房你喜欢吗 紧挨着我们的书房的一角是一个房子特殊的存在 我们有些人叫把它叫佣人房 我们这边也可以把它叫成一个孝心房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孝心房在我们这个传统的概念可能是这个父母可以跟我们一起居住的房间 但这个不是普通的孝心房而有 看它的size 看这个整体的这个卫浴设备 它是一个套房 好处在哪里呢 它是在我们这个房子的一偶 在这边它有完全自己的私密空间 totally separate from the main space 那即便是家长跟你住在一块 也可以有一定的这个私密性 觉得是不是很贴心呢 上来二楼的左手边呢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loft 对于家里有孩子的家庭来讲呢 这块空间是十分有必要的 今年的洛杉矶呢 雨水也是十分的多 从这排窗户看出去 一片郁郁葱葱的牛油果园 而我们的这个廊道呢 也是配合了我们的托斯卡纳外形 我们一起来看看外面的风景 可以换个大家看 雨水就出来了 紧接着我们loft旁边的就是我们这样的过道 可是你别小看它 它不是一个普通的过道 它是有点设计的巧思在里面 看看我们这边这个水晶灯 跟我们刚刚下面讲到的Medallian 它是有一个垂直的一个动线的关系 在建筑上的与会就能够贯穿起来 稍微看看我们远方一点的地方 刚才讲到的这个楼梯上面过道 在右手边是我们的主卧 在左手边是我们的次卧 那一般建筑来讲的话 我们20以单位来讲 20尺是一个span 最高不超过量的情况 我们在左手边的次卧 就是这样一个空间 可是主卧那边的尺度变小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讲主次的关系 它在主卧的这边的重要性 跟它的hariaki可能又更高 在我右手边的话 是我们的julia balcony 紧接地把我们带到这个 走到下面的话 是我们三个次卧 它不是只是次卧而已 它的这个大小 可能比我们很多房子的主卧都要大 还加上一个洗衣房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空间是我们房子里面最重要的空间之一 也就是我们的主卧 豪宅的设计来讲的话 主卧常常是一个硬伤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它的空间是大而无当的 但这边不会有这种感觉 虽然它的这个高度非常高 可能基本上目测有12尺 它的空间也非常大 可是它有设计师的巧思把它给善用起来 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sitting room 就直接在我们的这个大床的旁边 还有人生一定要有一样的风景 我们这栋房子呢 建于2018年 近几年建商在房型设计上 即使房子再大 给次卧的空间不大 但是会留足够的面积 给我们的主位跟主卧 就像是我们这间主位是一样的 双向的这种洗手台 男女分开 并且配有两个更衣室 中间呢还有一个超大的淋浴间 淋浴间的正面面 就是我们的一个浴缸 在我们忙碌的一天 回到家泡一个热水澡 来一杯香槟 晚上还可以看到万家灯火 和外力面的丰富有所别的 在室内空间的设计 我们讲究的是一个简约跟大气 但是我个人更觉得它是一个简色风 大家可以从家具还有它的灯饰 无处不能体会到 业主对于生活的一个渴望 它对于这个生活品质的一个讲究 大家可以看看我们这个Folding Door 跟我们楼上的Master Bedroom是一个同款的 它跟一般的Folding Door有别的是 它的尺度跨距比较大 那做的这个作用是让内部跟外部 有个更好的衔接 大家可以看到一般室内外的一个高差是 两个inch 可是这边基本上是做平的 这样的设计你喜欢吗 如此优美的风景 适合周末约上三五个家庭 来一起共度美好的时光 背山望水 站得高才能看得远 就如同我们这种豪宅一样 建筑它的存在意义 不只是一个空洞的一个设计而已 应该是被我们的业主 他的生活能够带来更高的尺度跟这个舒适 更高层次的讲究的话 我们应该对人生的愿景 还有我们生活的滋味更有一些追求 Cheers Cheers Kennic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